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件是美国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第二个是中共在今年南方抗洪抢险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诡异之处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报个料 因为昨天刚刚跟一位北京的体制内人士 有过这些沟通 他告诉我两条重要的消息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先谈第一件美国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7月16号召开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的规模非常大 有一百多个国家一千多个代表参加了会议 规格也非常高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两党的这个顶尖的政治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包括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共和党的就是外交部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 川普本人他也接见了参加会议的27个代表 那么这个会议他们开这个会是干什么呢 这个会议实际上是第二届了 第一届是去年召开的 他们为什么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那我在前两集视频当中啊 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 在谈到台湾大选的时候 我说啊如果是不理解现在世界正处在一个新冷战格局当中 就没有办法理解台湾的这次的大选 它的重要性 那么实际上啊不仅仅是台湾大选 如果不理解新冷战格局啊 也不能够理解美国政府所做出的这个一系列的动作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它的走向 那这一次的这个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它就是新冷战的一个动作 它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共 那这就冷战就是过去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集团 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这个苏联为首的啊 共产主义国家集团 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进行了一个冷战 他们的这个主轴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 而这次新冷战呢就不一样了 新冷战呢是民主对抗专制 是两个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那在这个第一次冷战结束之后啊 美国人和西方世界都有一种啊 很天真的想法 他们说啊 如果是我们把这些这个专制国家 通常都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 我们让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 让他们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 让当地老百姓呢 他们的这个教育水准提高起来 提高了之后啊 他们自然的就会来追求自己的权利 而这个政权呢 他们也会自然的顺应人民的要求 进行了民主变革 那么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不就民主化了吗 那不就天下大同了吗 那不就是消弭了战争了吗 想法是非常好 理想非常的这个丰满 现实很骨感 搞了这么几十年 他们就发现了 以中共为首的这些啊 专制政权 他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想象的那么去走 他们经济发展了一定程度之后 有了钱之后 他们一部分钱用于他们自己的 这个官员的 这个官僚体系的啊 权贵大家族的贪污挥霍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他们就用来扩张他们自己的军力 对全世界形成军事的威胁 还有一部分呢 就用来腐蚀渗透其他的国家 然后通过这种腐蚀渗透啊 来掌控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局 来改变世界的格局 那么这一套啊 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 那他们还知道 遮遮掩掩 韬光养晦 他们自己说的 那到了习近平时代呢 他们几乎啊 就毫无遮掩了 他们感觉腰杆子硬了 可以公开的向全世界叫板了 所以一边搞一带一路 一边在南海进行这个武力扩张 那么这一下就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警惕 尤其是引起了美国的这个警惕 那么在上一次美国大选之前 2016年的这个大选之前 实际上美国共和两党的这些啊 政治领袖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希拉里他就意识到了 他在演讲当中就公开的说 说中共现在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 而我是绝对不希望我的子孙后代呀 生活在由中共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当中 说的非常的明白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共是把希拉里啊 是当成主要的敌人 川普呢比较狡猾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啊 他没有说太多中共的坏话 只是说了一些经济上啊 一定要搞平衡 要平衡贸易之类的 中共一想这个经济问题好解决 川普是商人 我们多给他给些钱啊 这就可以摆平了 哪里知道川普啊 比希拉里狡猾一百倍 下手也比希拉里狠一百倍 上了台之后啊 抓住中共啊 就往实力打 这个川普也是意识到 必须得对中共啊 进行新的冷战 必须把中共拖垮 这个世界才会平安 所以说他这个搞的一系列的 这些战争 贸易战啊 这个科技战 还有军事上的围堵啊 外交上的这个孤立 所有的这些都是新冷战 格局下的这采取的动作 而这一次这一次这个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也是新冷战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过去的那些动作都是在外围打击中共 而这一次这个促进宗教自由 用这个议题来向中共啊 发起的那就是一场攻击战 是进攻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中国国内有大量的宗教信仰者 法轮功学员有几千万 基督徒啊 有上义 那藏传佛教的有八百万 而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三千万 这全部的加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力量 如果这些力量通过他们自己的信仰的这种凝聚力 那凝聚起来组织起来 那是对中共来讲 那简直是完全不能够承受的这种反对派的力量 而美国现在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促进宗教自由的这个会议啊 他所想起到的就是号召这些中国境内的这些宗教信仰者 号召他们真正的站起来 国际的会以美国为首的啊 一百多个国家都在支持他们 你们不要看中共现在在国内好像耀武扬威 但是在整个世界上啊 他们是弱势群体 一百多个国家和这些宗教信仰者是站在一起的 这个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 那这次宗教促进宗教自由的这个会议啊 针对的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共 他们在会后啊 发表了一个声明 主要就是针对中共的 隶属了中共对这个藏传佛教 对这个穆斯林啊 还有对法轮功 对这个基督教 对天主教的 对他们的迫害 对他们的骚扰 还这个谴责了 中共现在正在进行的 在这个新疆地区在进行的这个集中营的这个项目那非常 明确的表示这次宗教自由 促进宗教自由会议 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共 而且呢 这几个美国的政治领袖都发表了讲话 比如说像彭斯啊 像这个彭培奥 讲话当中都明确的 指出了中共他们是在迫害宗教自由的这样的元凶 美国的民主党的领袖南希佩洛西啊 也发表了讲话 在这个讲话当中 他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提议 说是美国政府一定要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来承办成全国 成全国是什么人呢 成全国是现在新疆的党委书记 他是新疆这个迫害维吾尔上百万维吾尔和这其他这个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一个罪魁祸首 同时呢 这个成全国过去也是西藏的党委书记 在他要为西藏那几百位这个自焚的这些藏人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要对西藏可能几万个被囚禁的那些喇嘛 那些藏传佛教的信仰者 要对他们的现在所处的处境所负责 他是一个习近平手下的一个标准的库立 是违反这个国际人权法案的 违反基本的人类道德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罪的罪犯 所以说佩洛西提议要对他进行追责和制裁 这对中共境内的那些酷立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警示作用 对中国境内的那些宗教信仰者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所以说这次会议意义非常的重大 那我想谈第二个问题的就是这次南方大洪水当中出现了几个诡异现象 往年发生这个大灾害的时候 一般中共都是要进行三步曲 第一步曲就是派大量的军队武警到这个救灾的第一线 第二步就是当救灾第一线的情况稳定了之后 这个各级领导都要清零这个现场进行慰问 或者是进行指挥救灾 第三步就是在媒体上大肆宣传 要把这个坏事要说成是好事 要把伤事要办成是喜事 这就是中共媒体的功能 那最典型的一次就是2008年的那次汶川大地震 温家宝跑到这个灾区的现场 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 多难新邦 感动了不少人 说实话当时我都差点被他给感动了 那温家宝是影帝 他借着那个机会提高了自己的形象 让老百姓觉得他们是在为老百姓 在在奋斗的在追求老百姓的利益的 但是这一次呢受灾的面积这么大 像湖南就有14个城市800多个乡镇 一共有480多万人受灾 江西呢也好不了哪去 江西的灾情发生的比较早6月初的时候就遭受了洪灾 60多个县200多万人遭受了洪灾 那后来进一步扩大 现在江西名城池都景德镇已经都被水淹了 广东广西两个省也有大量的地区遭受了洪灾 那么在这么大的这个面积的一个灾害的情况下 而且呢还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扩大 因为讯期要到8月15号才结束 所以说这个受灾的面积还会受灾的人数还会继续的扩大 但是呢这次中共他们在救灾方面呢完全是消极不作为 他们既没有派出大量的武警和解放军的官兵到现场去救灾 他们也没有派出任何任何官员到现场去慰问灾民 从习近平到下面的县港没有一个领导到这个现场去指挥救灾 指挥这个慰问灾民 同时呢这个媒体也不大量报道 比如是像衡阳地区啊 在7月6号的时候那地方就发生了一次溃堤事件 大量的大面积的群众受灾也出现了人员的伤亡 但是呢媒体都不报道 一直到了7月10几号才开始报道一点点 那么现在呢整个中国的这些媒体官方媒体 比如说人民日报 我今天翻了一版二版三版四版都没有抗洪救灾的消息 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受灾 媒体总是要有一些版面要报道的 那居然呢就真是看不见媒体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重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景呢 到底是为什么他们难道是真正的就已经彻底的放去了 这个不想啊借着这个机会啊 让老百姓呢这个产生一点错觉 也认为他们还是在为老百姓呢在办事的 难道他们不想混下去了吗 我就就这个问题啊 接触了一位这个北京的体制内的人士 也是个认识很长时间的啊 我就问了他一下 他就告诉我两个消息啊 第一个消息啊 他说这次绝对不会有任何这个领导啊去进行救灾了 因为这是习近平故意这么做的 他就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结束之后 他再来向这些地区的官员呢来进行问责 然后借这个机会啊来清洗整个南方的官场 大家知道啊 整个南方官场 一到了长江流域 习近平的这个影响力啊是越来越小 到了广东广西啊 那些地方官呢基本上他们就是抱团了 来抵制习近平 所以说他这个习近平呢对这些地区的官场 那是深恶痛绝 他的这个铁杆的几个地区就是在北方的啊 北京附近的像这个山西啊陕西这些地方呢 这是他的铁杆 南方啊 对他是抵制是相当大的 而习近平呢早就想除掉他们了 习近平呢用什么方法来除掉他们呢 你说用反腐的方法这个特别的费事 你又要去找证据啊 又要去这个抓一大批人 对他们呢 来进行那刑讯逼供 那找出来的证据啊不见得还好用 好多这些汤污受贿啊 那都是私下做的 你根本查不到证据了 那这个时候啊 他就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在这次洪灾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 你只要没有去到现场啊 没有啊这个大力的执行的那个救灾 那就是你啊犯下了懒症怠症的这种啊错误啊 这种罪行 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这就是罪行 然后呢 老百姓会对你们深恶痛绝 这个时候习近平打击他们呢 那就是会赢得一部分的民心 那我就问我说习近平他自己 为什么不到灾这个救灾的现场去一下呢 做一做样子也好啊 那个人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绝对不行 他如果是习近平自己去了 那么底下的人呢 那些各级的官员呢 那就会蜂拥而至 也会跟着习近平一起做 那么习近平他就没有理由 没有机会啊 去找到借口去打击他们了 所以说这一次习近平 他自己不仅不去 而且呢 他把所有的这些高级官员呢 都指派到各个地方 去进行所谓的调研 就是不让他们去灾区 你比如说像韩正啊 像李克强啊 他们都被分派到北方地区啊 没有受灾的那些地区啊 去进行调研 灾区一个都不派 这就是这一次他们的这个啊 良苦用心 习近平就是要用这一次的大灾害 来清洗南方的官场啊 这次南方的这个官场啊 就有害了 有祸了 我就问那位北京的体制内的朋友 我说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实施 他说说不准 应当是他估计应当是在十月这个一号之前 因为啊十月一号这个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 他这个时候啊 他需要打击一批人来进行震慑 同时呢也要这个通过打击这一批这个官僚 来赢得一下老百姓呢对他的进一步的好感 因为老百姓呢 很多人不明这个内情 他们呢就最恨的就是他们能看得见的那些官僚 经常在他们本地的这个电视台出现的那些官僚 那是他们最恨的 跟他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 所以说习近平打击他们 他就可以赢得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声望 所以这是独裁者惯一用的手段 在这个时候啊 他们会牺牲掉他手下的那些虾兵蟹将 然后呢 来愚弄老百姓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呀 习近平清洗南方的官场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 不是的 因为那个北京体制内的朋友还跟我讲了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 他说啊 习近平政权还有另外的一个 这个啊 这次啊 有另外的一个计划 就是要在人为的在中国制造一个饥荒的情景出现 饥荒的什么程度 他说那可能不会出现了 这个五九年到六一年那个所谓的三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那种程度 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的两个主要粮食进口国 中国在过去好多年都已经不能粮食自己了 那粮食的25%到30%消费啊都是要从外国进口 主要是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 要说呢是美国养活了这个两亿中国人而加拿大的粮食是养活了一亿中国人 那么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和中共啊 这个关系啊 极差 美国在和加拿大在和美国和中共啊进行贸易战 那么习近平呢在去年的时候啊 他就想用不进口美国的粮食来跟美国展开贸易战 所以我们去年呢就跟大家发过警告 说是习近平有可能呢要想制造饥荒 人为的制造饥荒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老百姓的这个粮食这个民以食为天 你不能用这个东西啊来跟美国人对抗的 但是呢 后来想通了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粮食来作为贸易战的武器 因为他在贸易战呢 这个进行一段时间之后 他知道中共啊绝对是撑不住一定会打输 那即使是不输啊 美国停止贸易战了 中共的这个经济他因为结构性的这种重大的缺陷 他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一定会垮 那么什么样的政权 他可以在经济崩溃的时候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呢 只有一种就是毛泽东式的政权 就是朝鲜式的政权 朝鲜式的政权呢 里面有很多特点啊 就是这个独裁者领袖啊 他完全掌控党政军 那还有呢就是完全掌握 掌控老百姓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怎么样掌控老百姓的思想和行为呢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掌控他们的口粮 让每一个人的口粮都是由政府控制的 都是由最终由这个独裁者控制的 那么所有的人就不敢乱说乱动 那即使是你饿死 你都没有办法造反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 都已经被所有的人都已经被控制了 这就是啊 北韩这个发生了这么多事大饥荒 都没有人造反的原因 这也是当年啊 这个59年到61年 那么多中国人饿死 也没有人造反的原因 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 而是整个反抗的形势已经不在了 每个人都被控制了 控制口粮 这就是控制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最简单的方法 而习近平现在正想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这就是啊 现在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 现在整个中国啊 今年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然灾害 现在的这个暴雨迅期啊 是从东北一直到西南 几乎是半个中国啊 现在都是在洪水期里面 那很多地方已经受灾了 南方的这几个榆米之乡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啊 江西榆米之乡都已经成了灾区 粮食减产是一定的 那本身呢 中国过去的这个农业啊 就一直是停滞不前 很多地区的这个农田被拋荒 那粮食产量严重的不足 那么现在中共又不想 又从美国从加拿大大量的进口粮食 他们的抑郁何为呢 就是要制造饥荒 所以说我们去年呢就跟大家提醒 向大家提醒 一定要 各家各户一定要储存到自己 这个一家人足够用两年的粮食 这样子呢 有了这一批粮食我们把它藏起来啊 不让中共知道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控制 那尤其全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先见之名 那么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 如果所有人都被控制了 那么将来是灾难性的后果 那今年呢是中共建政70周年啊 10月1号就是70周年的纪念日了 罗素有一个定律 就是说专制政权很难超过70年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间呢 我希望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 这个还有一点血性的 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 大家都在想啊 如何在这个之前结束这个政权 今年10月1号 大家到底怎么做 我相信呢 今后这段时间 所有的中国有志之士 大家都一起来 一起来啊 这个商讨 怎么样 在今年的10月1号 大家来共同发起一个 全国性的联动的行动 一起来携手努力 结束这个专制统治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